走 你 大力哥 你终于成功了 下车 你有内伤 打下去 你不会是我的对手 丁大哥 千亿 小心有诈 去 把他放下来 岳藤只有宗主可以控制 我都没有办法 子盈 看着他 大师兄 丁大哥 你没事吧 我们快离开这里 嗯 就留你这个帅哥陪我吧 要的就是你 放开 万一遇到绝境的话 便 把这个锦囊交给丁颖 就 风凶化妆 快去找丁颖 小玉 哼 他们都是因为你而死 每一条人命都是 因为你不听话 所以 就必须要有人付出代价 你到底是谁 你为什么要抓住我 大黎哥哥 我是你的小玉呀 你不是小玉 在梦境里你不是这样 真正的小玉 是我的娘子 永远跟我在一起 你不是小玉 知道我为什么要让你破墙而出吗 因为我就想看看你现在这副样子 被最相信最亲近的人背叛 心里是不是很痛呢 我告诉你 这些人 他们都是我杀的 都是因为你 而且 只要我高兴 我还会杀更多的人 对了 就像在卧云村那样 所有的亲人袍子 全部都在你面前 一个一个的死去 那些人也都是我杀的 难道你都忘记了吗 我不想 我不想知道 是不是很痛苦啊 是不是很想杀了我呀 你就来呀 只要你成魔 你就可以杀了我 你 除可欲望 你费尽心思 是混事还是落在了我手上 丁大哥 你可一定要撑住我 只有大师兄和师姐 只有靠你了 就顺逢你心里的魔性吧 你不是很快乐吗 只要你成了魔 你就再也不用承受这种痛苦 你就可以无拘无束了 嗯 嗯 大力哥哥 这个世间本来就是强者生存 你就不要再抱什么 侧颖之心了 丁大哥 掌门说过微谅的时候打开它 丁颖 这四字画是血影神功的心法开篇 血影神功是鼠山禁忌的武功 此功可以和你身上的赤魂石相互呼应 有汗天动地之能 可惜太过于癫狂可怖 心智不坚者极已入魔 为了不让赤魂石落入绿袍手上 我冒险将这四具心法传你 当落入绝境时方可一搏 丁大哥 快去救大师兄和师姐 没想到李池魂石 又是一步之遥 师父说过 放下执念方能自在 你终究 没办法超脱 ? 士父 ? 爹 師父 走 爹 行了 爹 把解药交出来 解药 本宗解药一向都是宗主次项 谁都不例外 此药方全天下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恐怕掌门杀了我 你的千金和爱徒也要为我陪葬 师父 先救紫英 别管我 大师兄 原来还是一对小情人哪 有这么个痴情郎做女婿 诸葛掌门好福气呀 我土妹羡慕得很呢 诸葛与我 论武功我们不分上下 但论心狠 你不及我的万分之一 今天你要杀我一人 还是要死儿女一双 这笔生意 你应该很清楚怎么做 你说吧 你想怎么样 很公平 一人换一刀 你收我两刀 我给你解药 不 不要 爹 不行师父 都是帝府的错 绝不连累师门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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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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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葛欲我 师父为你起名为欲我 就是要你不为多情所累 只可惜 你还是太心丝手软 不用了 爹 师父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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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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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 射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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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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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是在什麼地方啊 我好害怕啊大力哥 沒事沒事有我在不用怕 沒事不用怕 不用怕 有我在 上官師弟 故有來訪 但求一見 掌門 我看這綠袍並沒有要見我的意思 公迎蜀山諸葛掌門 在下 九毒神君 我們蜀山掌門親自前來 已經給足了你們魔宗面子 趕緊叫綠袍 出來迎見 宗主已經在古內恭候 但他吩咐過 只願意見 諸葛掌門一個人 這會不會是圈套 我們不要貌人行事 兩位與其在這裡胡思亂想 倒不如掌門先見我們宗主 自然就知道 如果在這裡等下去 真的不知道那個丁大力 還能撐多久 好 我跟你去 啊 掌門 萬一這是個陷阱 綠袍要趁機陷害你怎麼辦 能不動武 自然最好 見到僅我之後 我自由打算 這個劫已經二十四年了 今日等一併解開 掌門 那你萬事小心 我待弟子在外面守候 萬一有什麼情況 我們馬上過來支援 好 有勞是定 請帶路吧 掌門 請 落座 宗主 掌門 請落座 掌門 請落座 大力哥 你都流血了 你不要再打了 小玉能夠跟你死在一起 已經很知足了 你放心吧 我們不會死在這裡 我們不會死在這裡 以你的本事 真要殺人 用不著下毒 還是你了解我 我經常在想 如果我們還有機會一起品查論劍 該是什麼樣的情況 該是什麼樣的情況 想當年在蜀山 我們常常一起採取 化水泡茶 一起討論茶道 切磋武功 那時候 你是我最尊敬的兄長 只可惜這杯茶 晚了二十四年 師弟 如果當年 我們能夠平心靜氣坐下來談談 消除我們之間所有的誤會 也許 今天的一切 都不會是這樣 誤會 我們蘇英武自始至終 都是兩情相約 是你非要橫刀奪愛 把我們逼上了絕路 你現在一句輕飄飄的誤會 對得起蘇英嗎 我諸葛遇我 自問這一事 無愧於心 唯獨這件事情 是我一生的遺憾 師弟 你交還丁銀 蘇英的債 我來還 聽起來 你是在求我 當年的事情 我願意補償 只希望師弟 放下我們之間的恩怨 不要再傷害無辜的人了 蘇英 蘇英 你聽見了嗎 這個不可一世的掌門人 終於來向你道歉認錯了 終於來求我了 是 金武啊 你要幹什麼 你不是要補償嗎 把你的掌門令牌交出來 我要屬山 我要拿回當年失去的東西 金武啊 如果只有殺人 才能憑你心頭之恨的話 那你就放了丁銀 殺了我吧 殺了你有什麼用 你的命能跟蘇英相提並論嗎 沒有他在 什麼天下對我來說都是過眼雲烟 至於你們 你們是生是死 與我何干 師弟 你也曾是蜀山弟子 受蜀山的教會數十載 難道你心裡 一點人性都沒有了嗎 我早就不是人了 就當我是從地獄門口爬出來的惡鬼 我要丁銀身上的赤王師 和蜀山 你起來給蘇英陪葬 有我在 不會讓你碰丁銀的 我曾以為 你良心為民 現在看來 你是無藥可救了 我剛才授你三針 算是進了同門的情意 身為蜀山掌門 我要替師父 清理門戶 我已經失去的每次 不能再失去的第二次 到我逃出去之後 就不要你 什麼蜀山 什麼魔咒 找個地方 一起生活 只有我們兩個嗎 也許 將來我們還會有兩個孩子嗎 對 我們會生很多很多的孩子 一起幸福的生活 永遠不分開 好 好 好 綠袍為了催化赤魂石 一定會將丁銀關在陽氣最重的地方 我和你們公孫師叔 會吸引綠袍和魔宗的注意力 到時候 陰封谷的外圍 一定會防禦空虛 你們 便可趁虛而入 找到丁銀 把他 給救出來 嚴格看護好四周 千萬不能讓任何人進來 是 現在牟宗大部分的人 都集中在谷口和大殿 看來我爹已經進入陰封谷 和綠袍談判了 陰封谷中陽氣最重的應該是東手 丁大哥可能就被關在那裡 我們快走吧 走 既然來到陰封谷 不如一石二鳥 把那個九毒一病抓了 可是掌門說過 要救丁大哥 不可以屠生波折 他現在落單 我們三個合力行事佔優 以他作為人質 一定能救出丁銀 而且像他這麼重要的人物 抓住他 對蜀山極為有利 清雲還是大局為重 我同意大師兄的意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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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無法殺死 ! 封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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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赤魂石 还没有从丁大利品里取出来 问来这尺魂石就该到手了 不知道丁大利突然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个尺魂石的原神跟随他多年 有可能染上了他的侧运之心 甚至还将其他的原神都吸了回去 以致我功败垂成 这很简单呀 我现在就把他杀了 把尺魂石取出来 慢着 封主 属下觉得 就算是杀了丁大利 赤魂石也未必能取得出来 也许还会有意想不到的后果 倒不如现在留着他一条命 然后再想办法 这里什么时候轮到你们说话了 月儿说得对 先留他一条活命 月儿 我就把丁大利交给你 只要他一日不成魔 这赤魂石就无法顺利到手 所以你要想尽一切的办法 唤醒他心底的魔性 属下遵命 快抬到后面去照顾好他啊 来 就这样 没事 好 来 你先照顾他 我离开一下 是 不要紧吧 这个绿袍竟然光天化日之下 擅闯蜀山 实在太过分了 这绿袍啊 是师出蜀山 他对我们的见证是极为熟悉 我是百密一夫啊 让他这么轻易地创建了蜀山 掌门 都是小如的错 是我对他看管不利 让他落了单 才让绿袍把他给抓走的 都是绿袍肆意妄为 这件事情并不是你的责任 你无需过于自责 爹 爹 这一切都是丁颖所为 我看他呀 八成和那魔宗妖女 是一伙的 丁大哥才没有和魔宗一伙呢 他是被骗的 掌门 纵然丁颖是被骗的 但是这件事情 的确是因为他意志不坚 才让魔宗有机可衬 现在不是争辩对错的时候 尘儿 你带领受伤的弟子去百草屋 让百草师叔为他们疗伤 我还有事情 要跟几位长老商议 是 是 你们几个就先退下吧 小心点 掌门 这次绿袍把丁颖抓走 为的就是得到赤魂石 如果他真的得到赤魂石的话 那整个蜀山 包括整个武林 将会有一场大的浩劫 丁颖体质奇特 绿袍想从丁颖的体内 把赤魂石取出来 没那么容易 我们实在是冒不起这个险 当务之急 应该要集结所有弟子 攻入印封谷 杀掉绿袍 保住赤魂石 其实 其实锦我师弟 也是个不幸之人 掌门师兄 那他也不可以 因为自己的不幸 而怪罪于别人吧 掌门 锦我师弟已堕入魔道 一入魔道 就是与我们蜀山对抗 我愿意带人攻上印封谷 为蜀山清理门户 不 小如 你现在有伤在身 妙议当务之急 是要重组见证 无我 你也不按人带上弟子 前去印封谷 和绿袍谈一谈 还有什么好谈的 对待魔道 就应该要当机立断 不留情面 你不可再心思手软 这天下苍生欲不够啊 杀了一个上官锦我 还会有第二个 第三个 为了天下的苍生着想 我愿意尽力劝手一圈 我希望 上官锦我师弟的心里面 还能有最后的一点良知在 如果 如果他真的是无可救药的话 我也一定会亲手 为我蜀山剑牌 清理这个叛徒 你已经想好对付他的办法了吗 请宗主放心 属下自有风筝 待会我传你一股内力 这股内力能助你逼出他体内吃魂石 一旦成功之后 你将是我猎语神宗最大的功臣 为宗主效力 属下万死不辞 掌门召见弟子前来 不知有何事 攻打阴风谷的事情 你们三个人 应该都知道了吧 当然知道 掌门要亲自带我们去救丁大哥 想要除魔乃蜀山弟子的本分 请掌门放心 你们三个 这次就不用跟着我了 为什么 难道掌门对我们的功力没有信心 对啊 其实 弟子中间我最有信心的 就是你们三个 这次蜀山真正的任务 我要 交给你们三个去完成 掌门的意思 是声东击西 让我们三个潜入阴风谷 去救丁尹 爹 就为了一个丁尹 值得我们冒这么大的险吗 丁尹的身上 迁徙着天下正道未来的命运 所以 无论花多大的代价 我们也一定要把他救出来 弟子明白 一定不负师命 承儿 你过来 我这里有个锦囊 你把它收好吧 阴风谷是天狱魔王图霸盘踞之地 里面的地形错综复杂 寒冷难耐 魔宗的实力不容小觑 所以你们 此去是危险重重 一定要多加小心 万一遇到了险境 你们便把这个锦囊交给丁尹 就可以风凶化吉 师父 为什么是丁尹 为师自有安排 切记 这个锦囊 你们谁也不能看 只能交给丁尹 是 弟子明白 大师兄 子映 我刚刚只是 我明白 大师兄 爹既然这么安排 就一定有他的道理 我一定听从师父单排 不过这次行动 可能会十分危险 万一出事 我一定会保护你的安全 不用 明天你要想的 是如何拔得 攻打阴风谷的头功 可是师父说过 救丁尹才是最重要的 我没说不让你救他呀 既救下丁尹 又摧毁了阴风谷 如果明天你能够拿下 这两件大功的话 那蜀山掌门人的位置 将来肯定是你的 大师兄 在我心底 只有你才能配得上 掌门人这个位置 也只有你 才是我值得托付终身的男人 好 我答应你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玉无心 你们有解药 我们手上有人质 你们看好了 你们宗主 看我们掌门挤刀 我就看这个女人挤刀 这才叫公平 那你动手好了 我们神宗之人 为神宗献身 是神宗人的本分 我们神宗 不需要绊脚石 我替你动手好了 想不到 你竟然可以将赤魂石之力 化为己用 我更想不到 你们魔宗连自己人的伤害 这是铁石心肠 这倒奇怪了 你们蜀山之人 竟然会保护我们神宗女子 难不成 你看上她了 慢点 救毒 救毒 送诸葛掌门出谷 把解药给他们 蜀山之人 跟丁一 都可以走 是 宗主 赤魂石还在她体内 诸葛掌门出谷 这次你没输给我 我也没输给你 咱们还会有下次 张魂石 你终于出来了 此地不宜久留 我们速回蜀山 嗯 爹 那个幽女怎么办 我和绿袍有言在先 先放了她 放了她 这可是难得的机会啊 好了 不要再说了 丁一 放了她 姑娘 魔宗泯灭人性 心狠手拉 我希望你擦亮眼睛 不要再执迷不悟了 走吧 你究竟是谁 你走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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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好 好 太假了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得着你自作主张 多谢宗主 要不是因为你还有用 我绝不会留情 别忘了你自己的使命 请宗主放心 如果再让我遇到丁颖 我绝对不会放过他 你刚才为什么不让我出发那个御无心 你知道我不喜欢问题多的人 可我是女人 我有好奇心 你刚刚明明是手下留情 眼睁睁看着赤灰是被蜀山拿走 也不追究 难道你是爱美人 不爱江山 你在嫉妒 我就是 一个区区女属下 有那么重要吗 这你不需要知道 山官警务 你不能瞒我 我说过了叫我宗主 我骗不 山官警务 你当年伤我至身 后来你被蜀山重伤 逃到天狱 我本可以捕上一刀杀了你 可我没有 我还救了你 这么多年 为了你成就一番霸业 我甘心做你的副手 为你创立一番霸业 四处征战 为你建立烈影神踪 所以 你是我的 你不能有其他女人 如果你爱上其他女人 我会将她 错过杨晖 算是完蛋 玉无心和你想的不一样 因为她年轻美貌吗 因为她是我女儿 你说什么 她确实是我女儿 当年苏英生下她之后立即而亡 同时爱妻的我 一心只想着复仇 身边不可能带着一个婴儿 所以 我只能把她寄养在村里 等我在天狱占门九根之后 我才把她接了回来 对外一律说她是孤儿 有神宗任样 我也真没想到 她居然跟丁大力死去的王七 长得一模一样 既然是这样 你何必忙我 我没有瞒你 我看见她就想到苏英的死 所以我不喜欢看见她 可我又不能让她受到一点点伤害 毕竟她体内流着苏英的血 我答应过苏英要好好照顾她 如果她能够帮我完成复仇的打击 那也算是对得起她死去的娘 明白了 我不跟她计较就是 我明天就公告门徒 还她大小姐身份 你现在满意了 你现在满意了 你越来越来越烤唇 我лом后 以后不会再骗我的 黑宝贝 愈生得 провер 求死 凭什么 凭什么她的孩子能够活下来 大哥 怎么 你哭了 没有啊 你若有事 大哥便来中原看他 不用了 哥哥 中原有妹妹替你看着 你何必耗费修为 去用传灵之术呢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今我刚刚大错蜀山弟子 还打伤了诸葛与我 现在整个中原武林 全对我们猎影神宗 十分忌惮 忌惮有什么用 只有拿到南明离火箭 才能化开封印 一日不拿到南明离火箭 就不能破解天狱的封印 我好不容易 送你们冲破封印来到中原 不是让你们游山玩水谈情说爱 别忘了自己的使命 妹妹当然记得 但是你也知道 仅我心高气傲 凡事不能操之过急 妹妹会一直督促他 让他尽快拿到南明离火箭的 好 很好 我等你们的好消息 不要让我失去耐心 亲自动手 丁大哥 哥 丁大哥 你回来了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丁大哥 你的手 没什么 只是拼腕伤而已 放心吧 神仙姐姐 神仙姐姐 你的脸怎么受伤了 你没事吧 哎呀 不用你管 妙医 家乡蜀山的守备 以防魔宗再犯 小如 你带丁颖去七下丰疗伤 其余受伤的弟子 让他们也赶紧治疗 是 走吧 丁大哥 等等我 看现在这个形势 想必绿袍他们 短期内 不可能再有什么动静 我在修书给武林各派 让他们协助抵御魔宗 这样 我们便可以 专心地保护赤魂使了 是 爹 我们这次不是故意的 弟子离宫心情 被冲昏了头脑 弟子离宫心情 被冲昏了头脑 才中了妖人的圈套 几乎害了师父和紫营的性命 这件事情 都是我一个人的主意 不关紫营的事 求师父只责罚我一人 你自己去剑种领伐吧 是 大师兄 你怎么什么都往自己身上懒呢 这次我们救丁营 就算是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啊 你也再说了 至今 大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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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手怎么样啊 我没事 当年有祖师 两指接断着瀑布 我现在 只求剑不脱手就够了 你还有心思在这儿练剑 明明就是那个丁颖 意志不坚 被妖女蛊惑 爹去只罚你一个人 真是太让人生气了 师父这么做 一定有他的道理 我看那个丁颖啊 身怀吃魂石 就像拿了免死金牌一样 树山上所有的人 都要让着他护着他 大师兄 你以后不能什么责任 都往自己身上拦啊 净吃哑巴亏 这样人家会觉得 你好欺负的 我知道你不爱听 可是 我也是为了 你的名誉着想啊 你将来可是要当 树山掌门的人呢 你放心吧 我明白 我一定会成为 配得上你的人 你的脸怎么了 那个九毒神菌 也不知道用了什么毒 伤口一直不能愈合 让我看看 不要 我可不想让你看的 诸葛欲伍一向谨慎 没想到这次 居然冒险将 血影神功传给了丁颖 属下听说 血影神功 已经失传多年 他并没有失传 只是因为他邪性太重 蜀山甲介失传的名义 不让弟子修炼 可这丁颖不同 他乃六星之子 赤魂石与血影神功 兼容之后 功力会倍增 这次如果不是 诸葛欲我玩这招 我未必会输 宗主深谋远虑 假以时日 赤魂石 一定会重回宗主手上 也罢 书上的实力 比我想象中要强 要灭他 也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情 我自己完美 对了 通知山中人 让他行事尽量低调 避免露出苗头 必要时刻在现身都不值 是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轻语 对不起 你别碰我 你不是说过 在桃燃剧的时候 不知道是谁救的你吗 难道 你心中一刻也忘不了他们 比起他来 我的一个小小过错 就这么如此不可原谅吗 轻语 我讨厌你 娘 我该怎么办 听大哥不要我了 我已经那么努力 他还忘不了他 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娘 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不是 我该怎么办 你要怎么办 我来 我去吧 我让你 小妹妹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哭呢 你爹娘呢 为什么丁大哥挖不了他 丁大哥 你干嘛学我 你刚在玩什么呢 丁大哥 丁大哥又是什么东西啊 我不是在玩 丁大哥也不是个东西 不丁大哥是个东西 你 还给我 来追我呀 来呀来追我呀 来呀来呀来追我呀 來呀来追我呀 来呀来追我呀 来呀来追我呀 你到底在哪里呀 给我出来 你把我的铃铛给毁了 你在哪里 给我出来 你太过分了 你好卑鄙 你猜卑鄙呢 把我的铃铛都弄坏了 和姐姐我玩 你还嫩着呢 敢在我面前逞姐姐 就算太亲真人那个臭小子 在我面前也得尊称一身前辈呢 大胆 你竟敢直呼祖师爷的名字 你懂妖术 双剑会撬 怕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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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到底是谁 我本是亲所见剑灵 刚才是你救了我 你已经获得了我的任何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亲所见的主人了 看来轻锁剑已经出世 蜀山这几个年轻人 真是后生可畏啊 好强的剑气 我们去看看 雪仙姐姐 等等我 一魂不散 一起去 轻云 会是你吗 轻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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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我没事啊 你们看 这什么呀 这就是轻锁剑 轻锁剑 这就是轻锁剑啊 轻锁剑平时的形态 是一个手镯 当进宫的时候 它会幻化为宝剑 我也是误打误撞 进入了山洞 机缘巧合之下 遇见了轻锁剑剑灵 这才收服了轻锁剑 难怪我们一直寻剑不得呀 多年来 原来轻锁剑已经幻化形状 果真是奇妙啊 这本轻锁剑剑谱 多年来一直收藏在武当门下 我今天将它带来 就是要第一时间 把它交给自己的主人 清云 你把它收好 谢谢统掌门 清云一定会好好珍藏的 清云 你没事吧 丁大哥 我说你怎么回事啊 不是让你照顾好清云吗 你怎么扔下他一个人啊 还好清云厉害 他还找到了轻锁剑 我有点累了 我想回去休息 清云 你来 我先来 我先来 我说顾奶奶你怎么了 是不是不开心啊 没有不开心 没有不开心 你看你这张脸 上面就写了三个字 不开心 跟我说说 发生什么事了 今天我看见你跟丁颖 站在一块不说话 就知道有问题 我知道了 是不是丁颖 这个木头又欺负你了 没有 他一直都很照顾我 照顾你 照顾你你还不开心啊 说吧 跟我说出来也许你还能开心一点 说不定我还能帮你解决呢 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的丁大哥心里根本就没有你 请对不起 你别碰我 你不是说过 在陶然居的时候 不知道是谁救的你吗 这 这丁大哥也太糊涂了 他怎么能够做这样的事情呢 其实也怪不得丁大哥的 是无鬼天王史的奸计 才认我知道 虽然他答应跟我在一起 但是心中还是放不下岳姑娘 这丁大哥啊 和这妖女之间有种莫名其妙的念缘 一时半会儿没有断干净 你也得理解 其实我也很坏 上一次 我被云中雪抓住 那次 其实是玉姑娘前来相救 我才得以解脱 可是后来 我 我大概是鬼迷心窍 我竟然对丁大哥 隐瞒了此事 我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了 爱上一个人的时候 我就变得自私 妒忌 没自信 连谎话也能说出口 也许 是老天爷惩罚我吧 可是 我真的只是想拼命对他好 我已经真的很努力了 可是 好像真的不管我怎么做 也没办法比得上玉姑娘 在她心中的位置 这 清云你别哭了行不行 我最见不得女人哭了 那这样好了 我把我毕生的绝学都交给你 只要两招 肯定拿下丁大哥 真的吗 那是什么 那是什么啊 你叫我怎么做呀 冷静 越是复杂的时候 就越应该冷静 男人有很多时候啊 他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丁大哥他不来见你啊 并不是因为他绝情 而是他不知道 怎么该跟你解释 所以啊 他就选择了逃避 他 真的是这样吗 你这个时候 如果给他一个台阶下 他会觉得你是一个 多么大度的女人 那么以后 他会不会对你更好一些呢 你是说 你是说让我当作什么事 都没有发生过 没错 感情这种事情特别简单 它就像一把沙子 你捏在手里呢 捏得越紧 它就流得越快 这个时候 你能够给他一个自由的空间 那么反而会得到一个不一样的效果 没想到 你也有这样的体会啊 苦啊 其实 我也跟你有一样的境遇 你知道的 我一直深爱着神仙姐姐 可是她的心里呢 却装着别人 最起码丁大哥大肯努力 你可比我幸运多了 小张 好了 别胡思乱想啊 只要给她一点时间 她一定会忘掉于姑娘的 但愿如此吧 同掌门 这么晚找晚辈来有何事啊 定颖啊 丹臣子已经向我辞行 你们明天就要离开了吧 已经打扰掌门这么多日 我们还有巡舰的任务在身 也是时候上路了 那你呢 可准备好继续上路了 同掌门的意思是 我和你的师姐 似乎心情不太好 同掌门见笑了 都是晚辈惹的祸 掌门之前跟我说过 必须要心智坚定 才能控制兵战胜心魔 可如果心智坚定 换句话说 就是要清心寡欲 我只是一个平凡人 情字当头 真的很难选择 传门赤魂时 蛊惑人的心智 皆是因为人心中有执念 然而执念 又都是因情而起 丁颖啊 诸葛掌门将赤魂时教育你 也是将武林平安的重任 教育了你 希望你能够坚守如意 不瞒同掌门 之前我们曾经经过 江南的御水镇 收服了一个 练妖术的马贼头子 他临死之前跟我说 我会跟他一样 变成一个魔头 要人胡言乱语 大可不必相信 可是一路上 遇到了很多事情 令我心血纷杂 越多人对我好 我就觉得自己欠的债越多 就更难平心静气 我怕有一天 会真的不能回头 不会的 丁颖 我与你相识的日子虽短 但却是十分地投缘 我相信 你是一个可造之才 我更相信诸葛掌门的眼光 其实 心中不必纠结太多 一切发生的事情 都是上天最好的安排 谢谢掌门 弟子明白 统掌门 统掌门 打扰多日 晚辈等人就此告辞 有你们这些年轻人来我武当 恼羞我 都觉得年轻了不少啊 多谢您慷慨赐剑 等我们寻得其他神剑 必然亲自到武当 道谢拜会 诸位 路上一路顺风 保重 统掌门保重 嗯 嗯 子言啊 累不累 嗯 咱们到地方休息一下 嗯 嗯 咱们两个在搞什么鬼啊 嗯 我也不知道 取得星所见后 清云一直闷闷不乐 嗯 咱们两个在搞什么鬼啊 嗯 他们两个在搞什么鬼啊 哎呀 他们小两口说悄悄话 你们就别撑河了 走了 走走走 你脸色好像不太好 是不是没有休息够 没有啊 我只是想到 要离开有点不舍 所以就一个人 去了山上散散心 对不起 昨天是我太冲动了 昨天 昨天怎么了 师父老说我健忘 我真的记不起来了 哎 丁娜哥 听说我们之后要去的 那个青崇山 风景优美 远近闻名 想来 在我们有生之年 可以携手同游 真是件快事 你说是吗 丁娜哥 我真的很珍惜 我们在一起的时光 我每天高兴都来不及呢 哪有时间生气啊 我都不计较 你就不要再计较了 咱们之前犯过的错 就由它过去吧 好吗 走吧 难民离火箭 我一定要把它拿走 你醒了 你又救了我啊 你为什么不让我死 你为什么要救我 你为什么要救我 为什么不让我死 傻孩子 别胡说 你要活着 好好地活着 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一线 我到现在才发现 我被自己想象中还要爱他 我真的不想失去他 可是一切都已经太迟了 可是一切都已经太迟了 我骗了他 他说他再也不会原谅我了 我们之间再也没有挥回的余地了 我这里好痛 真的好痛 痛痛我承不过亲了 为了他 我欺骗了我爹 成为了沈宗的叛徒 可是在他面前 我却是魔宗的妖女 此不足惜 天下之道 却没有我容身的地方 所有人都希望我死 你不准胡说 我要你活着 我要你好好活着 你为什么会哭 你为什么会哭 因为我看着你 我觉得心里好痛啊 你这么好的一个孩子 却要承受这么多的痛苦 对不起 你为什么要说对不起 我应该要谢谢你 谢谢你救援我 我恰巧路过 看到你晕倒在林中 若是我晚到一步 我这辈子都见不到你 那有什么关系 像我这种人 死了可能是一种解脱 你若是死了 你就再也见不到丁颖了 你甘心吗 可是就算我没有死 他也不愿意再见我呢 东西坏了 要花金钱去修理 二人心伤了 我有用你的真心 才能够去修复 时间虽然会长一些 可是只要你能坚持 用你的真心去温暖它 总会有机会 让伤口慢慢复原的 我都已经试过 可是一点用都没有 这本来就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情 可是只要你不放弃 就会有一丝希望 反正也不会比现在更差 你怕什么 人生在世 唯有放手一搏 才不会留有遗憾 你说得对 只要有一丝希望 我都应该努力去争取 因为我真的不想放弃他 因为我真的不想放弃他 你既然已经想清楚了 就赶快把这药喝了 早日康复才能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有句话我想送给你 什么话 朕因为苦过 爱才更甜 先喝一点吧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从小到大 我受过无数字伤 从没有人像你这么温柔地 为我喝药 如果我娘还在世的话 应该也会像你这么温柔吧 玉儿 我的孩子 是 若是你娘 知道她有这么乖巧的一个女儿 心里一定会非常开心的 好了 你再去休息一会儿 你啊 玉儿 不要怪娘 如果可以 娘也想早些与你相认 可是 娘不能害了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尊 我们不是要去找南明离火箭吗 来这干嘛 我感觉到南明离火箭的箭气就在这附近 那个绿袍果然可恶 老童子你怎么了 来人哪 老童子你们怎么了 救人哪 老童子求求你们 求求我们家老童子 老童子 怎么了 要不要紧哪 这是怎么回事啊 老童子 你不用着急了 这个人我认识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素手一仙 有池子回生之术 遇见他 你真是幸运啊 醒醒啊 老童子醒了 谢谢遗仙淡了 童子醒了 真是太感谢遗仙了 病人年纪大了 心脉虚弱 我这有一些护心丹 带回去早晚用温水服用 一定会有所缓解 多谢遗仙救命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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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遗仙救命之恩哪 多谢啊 多谢 多谢遗仙救命之恩 太好了 老童子 总算没了 老公 老公 遗仙 Deliber hides 宗主 我已经决定公开你的身份 从今以后 不要再叫我宗主了 爹 只是一个称谓而已 你就这么细心如色 看样子你的心还不够狠 成不了大事 爹 女儿 只是有一事还不明白 我娘已经过世那么多年了 您心中的仇恨 为什么还如此之深 我看蜀山掌门也不是什么坏人 您为何不能化解 与他之间的仇恨 我相信我娘在天之灵 也不希望爹 您为了这般执念 活得这么痛苦 住口 爹爹 你还会约束自己 求您不要再给我吃断金丹了 嘴上说越说 心里还在撒谎 活得这样 如果你敢再动半点情感 你就会头头欲裂至死 你好自为之 爹 爹 爹 要是我娘还在的话 他一定会怪你的 放肆 你根本没有反驳我的权利 爹 你要知道 如果我可以选择 在你和你娘之间 我一定会选择让你娘活着 爹 我替你取名叫无心 就是让你时刻祭祷 你的每一天每一刻 都是为了替你娘复仇而活着的 如果办不到 你的生存就没有任何的意义 听见了吗 是 女儿明白 女儿一定会竭尽全力 替娘报仇 爹 爹 月儿 月儿 你快停一下 不就是个丁影吗 为了这样一个丁影 你好会折磨自己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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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儿 你不要这样 你可是欲无心 你不能因为这样一个男人不要你了 你就变成这副自暴自欺的样子 我什么样子 不用你管 我偏要管 那个丁影不过就是因为你的身份不同 就要抛弃你 之前还装作一副一往秦深的样子 转过头去 去找别的女人 这样一个孕夫守救朝三暮四的贱男人 根本就配不上你 你不要再说了 你什么都不懂 我是不懂 可我是珍惜地喜欢你 我不想看到你为别的男人流泪 月儿 不哭 你不不要为她哭 不要 你不敢 我 也会 我 你不敢 我 你居然敢碰我 玉儿 那个弟不管怎么伤你 你都爱他 而我不管怎么对你好 你都不让我靠近你一丝一毫对吗 不要再跟着我 放开 好 我走 再也不碍你的眼 不过我还是要劝你一句 放弃顶眼 你爱的月身 最后只会伤得越痛 你爱的月身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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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大哥 发生什么事了 你在外面 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什么声音啊 没有啊 别想了丁爷 你已经有亲缘了 忘了他吧 丁大哥 你怎么了 是不是伤口又发作了 没事 对了 大师兄已经求得 童掌门的同意 我们可以上崔平峰 拿亲所见了 那太好了 我们去找他们吧 嗯 童掌门 童掌门 丁颖啊 身体如何呀 没有什么大碍 谢谢掌门关心 那就好了 既然 你们诚心来求取青所见 那我就不必隐瞒什么了 虽然这青所见 的确是藏于翠平峰中 但是到底在哪里 我也不知道 这青所见 对 又是藏于 就此为何 我这就不认识了 将军 也不得了 不认识了 在翠屏风中寻找的 但至今 都没有见过清所见 自古以来 执剑者都与宝剑有着奇妙的缘分 自你们来到武当以后 我总感觉到 这翠屏风中是剑名振振 几位少侠英雄出少年 或许 卿所见的主人就在你当中 也说不定啊 掌门过奖了 那我们几个就在这山中 碰碰运气吧 翠屏风中山路崎岖 岔路极度 你们千万要小心哪 知道了 我和子英走这边 那我跟清云走这边 小张 你跟我们一起去吧 不用不用不用 不要不用不用 我自然是跟神仙姐姐在一块的 是吧 神仙姐姐 走了走了 我们先走 千云 好好照顾丁大哥 再会掌门 走吧 谢谢 丁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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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什么事 我已经叫你好几次了 你都没有反应 对不起 我 我们还是走吧 好几次了 好几次了 对不起 丁大哥 你 你去哪里啊 不是要走这边吗 不是要走这边吗 我告诉你 我怕已经中了我的恶鬼阵了 碑碧 你 你怎么样 这边 鲍碧 我只不过是掠释小oms而已 就轻而易举的让你原形毕露 看到了吗 你可听他的心中 根本就没有你